大家好我是旭哥渦凱暗 我們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三國志幻想大陸 那旭哥這一攻略要講這個T0的最強神壇 那這角色打人又痛又彈 然後攻擊力又強勢 而且還會吸血啊 非常強勢那旭哥這一攻略分享給大家這個角色詳細的攻略 分享這遊戲最全的禮包碼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 最多組的禮包碼 而且還有這個限時的禮包碼要分享給大家 大家就是先搶先贏啊 旭哥有幫大家就是換了一些序號 那大家先搶先贏啊 那旭哥來講一下這個遊戲的T0最強神壇啊 那這個角色就是唯一一隻就是推薦這個司馬翼了 這角色真的非常好用 那玩到這個像日版他們玩到大後期的話 這隻司馬翼也是必備的 基本上就是所有排行榜啊 最強勢的角色都會這個帶上這隻司馬翼 最強的T0神壇 好那普攻的話當然就很簡單 100%的法傷 最主要是他在這個下面有寫5星之後呢 他會很強勢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好那接下來是他的怒氣攻擊 冥隱破縫斧啊 對敵方前排呢造成132%的法術傷害 這是前排的AOE 然後對於造成這個破縫兩個回合 那破縫他這個效果呢是 每回合會造成這個當前生命 百分比15%的傷害 然後不會超過自身 最大生命值20% 他的怒氣技能 所以是算這個 生命百分比的還不錯 再來他的被動技能算是他的 優勢的重點 那第一個守護操就是最終 減傷提升16% 那三星之後呢會有這個蘭顧之象 獲得四成野星之後呢 持續到戰鬥結束每次這個普攻或這個怒攻的時候呢 效果會減少一成 以我雙方沒死一人 則增加一成最多可以疊八成這樣 那野星呢最終減傷會增加5% 等於是說讓這個司馬懿變得超級神痕 因為前面二星就已經有這個減傷 然後這個 三星有這個野星又可以再減傷這樣 再來這個四星呢 強命超就是生命值提升24% 讓他的血量更多啊 所以變得更痰 就是血多血牛啊 然後這個重點是在這個五星 五星會變成說是打消耗戰的時候他會非常強勢 從第二回合開始呢就是 自身回合過後 若位處於控制狀態對敵方全體造成自身 防禦力80%的真實傷害 等於說你防禦力越高你越坦然後你輸出就越高啊 這個是很詭異的設計但是就非常強勢啊 等於說你越坦然後你就越強啊 所以這個最強神坦不是蓋的 那敵方剩餘的人數越少傷害越高那最多還可以就是打出 240%的真實傷害 各位看到沒有 240%的真實傷害 防禦力越高的話呢就越強啊 最多打出防禦240% 真的太強 那這個UR呢會有這個 無雙之力 他的老謀真算的可以提高他的這個傷害值的係數 這樣 那練到最後的話呢他的這個傷害值係數會提升到防禦力的100% 那敵人越少的話他的傷害越高最多可以提高到這個300%的防禦力 這個是非常強勢 那司馬懿的這個幻武還沒有推出啊 不過旭哥有玩日吧先告訴大家好了 大家這個司馬懿的幻武是可以吸血的 等於說司馬懿拿到幻武之後會變得跟鬼一樣 就是又彈然後打人又痛然後還會吸血打不死啊 等於是說這個幾乎是 IMBA無敵的狀態 所以這是最強的T0神坦甚至是最強的角色絕對是優先必養全部支援找在他身上就對了 所以換這個遊戲的禮包碼必須到這個網頁 ORANTARCDIA.SIALIAGAMES.COM.TW 然後斜線 COMVERT 一個橫槓然後GIFT 緊 在這邊換這個禮包碼 那旭哥我會把這個連結呢放在這個影片的留言區 好那到這個網頁之後呢我們往下滑 好那你必須要先登錄你的帳號 那旭哥的帳號比如說這個手不四卷的這個旭哥 那接下來呢輸入這個禮包碼 這個 大寫的UR 888 輸入這個禮包碼UR888 接下來按這個兌換 它就會顯示這個兌換成功了 好那接下來輸入這個最新的一組這個禮包碼 那一樣在這個網站 那輸入禮包碼然後選擇角色 然後旭哥是這個 在第16幅嘛 然後禮包碼輸入這個DC5000 DC5000 DC5000然後按這個兌換 然後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好那我們就到這個兌換的網站呢輸入這個最新的禮包碼 這個大寫的URTHEKING URTHEKING 然後再按這個兌換 那網頁的話呢有兩個嘛一個是台灣的一個是台灣以外 大家注意這個選擇網頁 按兌換 就兌換成功了 台灣以外的玩家 比如說你是這個新加坡 馬來西亞的話 那你要兌換禮包碼 就必須要到另外一個網站 那網頁是這個 orientarcadia.qookkagames.com 斜線 gift-convert 那你必須要到這個另外一個網站 才可以兌換這個禮包碼 那一樣旭哥會把這個連結呢放在影片的留言區 大家可以自己找 那上方也有影片上方剛剛上面念的這些 也是這個 網頁的連結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那在這個巴哈姆特的勇者福利社呢 大家也記得趕快去換這個遊戲的虛寶 那這個是限時限量 那大家要記得趕快去搶 那這個可以拿到這個幻星 還有這個好感度的這個禮盒 所以要趕快去搶 幻星300的好感度禮盒兩個 然後下面也有附這個禮包碼的兌換網址 好那旭哥之前有分享過嘛 你假如是這個巴哈玩家的話呢 可以到這個巴哈的福利社去換這個禮包碼 那這個可以換到這個幻星300和好感度禮盒兩個 那這個一樣是到這個網頁去輸入 那旭哥講過蠻多次的 就是台灣的網頁是這個 那你假如是像是新馬 港澳之類的 就是另外一個網頁 那旭哥都有分享過嘛 就是在影片都有分享過 有兩個不同的網頁 那大家自己去這個兌換 那台灣的就這個 那禮包碼 KXJT-GDLK-MSXC 再按這個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好那下一組呢 是iOS的 那旭哥應該不能換 所以就是大家 先搶先贏 有看到的話呢 旭哥就是把這個分享給你 UMYV 斜線TVZH 斜線GRWL 這個 UMYV 斜線TMVH 斜線GRWL 那就是先搶先贏 大家就去換換看嘛 應該這個 旭哥應該是不能換 對啊同類型 所以 大家就是先搶先贏吧 有看到就趕快去換吧 那這個是旭哥就是花這個8幣去買的 所以大家就賺到了 旭哥幫大家多換了一組 這個iOS的這個禮包碼 所以大家趕快去換 接下來就可以到這個畫面的左上角的信箱去領取這個獎勵了 箱是有這個幻星的驚喜寶箱 那這個可以拿到最多18888的幻星 那又這個剛剛兌換的禮包碼有200幻星加上這個10000的冰玉 以及呢這個有500幻星然後這個轉蛋券20張 10000的冰玉 再加上好感度禮盒 以及這個 玫瑰花海 這全部通通把他領起來還可以領到一隻關羽 以這個普天同慶 好東西通通爽爽領起來